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就要聊到的是 11月份的十二星座运势 那在聊到今天的十二星座运势之前呢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在11月中左右呢 2022年的十二星座运势呢 也会在我的频道上架 那到时候大家有记得去看哦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整题哦 在这个11月份里面呢 其实每一个人会感受到自己生命当中 会有大好跟大坏的部分 主因是这个月里面好的星象其实不少哦 但是很差的星象也会出现 比如说在11月11号 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呢 会有一个T字三角的呈现哦 那会牵涉到水星啊 火星还有土星跟天王星 那会造成就是 蛮多比较让人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发生几率会比较高啦 所以会导致你在人生的某一些部分上 比如说事业工作很好 但是可能感情很糟糕 类似这样啦 但每个星座不一样 那因为这种大好大坏 在形象交错的情况下 会让很多朋友们觉得这个月里面 可以说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的一个月哦 有开心的是呢 也有很让人觉得比较压力大的事情哦 那12个星座呢 当然都是各自会有不同的情况 就让我们在今天的意义帮大家解析了哦 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这个月当中 蛇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11月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在这个11月里面 金牛座的朋友们在工作方面呢 是压力很大 表现很好的一个月份哦 所以金牛座的抗压性一定要拿出来哦 只要你能抵抗越多的压力 你的工作表现就会越好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 就是在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 金牛座的朋友们表现都是相当专业的 特别是如果你的工作需要用到你的专业才能的话 你可以说是发挥到100%的好本领哦 在工作上呢 会有很棒的一个工作成果 同事呢 也会很佩服你哦 在11月23号到11月29号的这段时间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记得要多把握哦 在这段时间里面 工作率很好和客户之间互动是相当愉快的 会受到客户的信任 如果你是从事这个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记得多把握哦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金牛座的你除了工作表现很棒之外呢 也会受到主管的看重哦 有一些金牛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会有升职扎心的机会 记得多把握 如果金牛座的你呢 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头呢 去面试会有很好的表现哦 录取率也会很高 那当然如果你之前已经有去面试过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也更容易拿到录取的通知 另外就是这段时间里面呢 如果你的工作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 或是直播主之类的这些公众人物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头呢 容易会有好的新闻上到媒体的版面 或者是你的新作品呢 会受到很多粉丝的喜欢 会让你呢 人气更加的旺 声量更加的高哦 那我们一开始说到过在这个月里头呢 其实金牛座的你会遇到不少的一个压力哦 第一段压力比较大的时间是11月1号到11月10号的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的竞争对手是相当强势的哦 可能会抢你的客人啊 或者是有很多花招之类的 会让金牛座的你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 压力是很大的 另外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金牛座的你如果是从事服务业的话 遇到不理性的奥特 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遇到这些不太理性啊 个性很差的客人的时候 记得多拿出一点耐心 还有尽量带着微笑去面对哦 但这个月里面工作用最差的时间 是11月1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因为心向的影响呢 压力是超级大的 和主管之间相处是非常不好的 你很容易说错话去惹怒你的主管 或者是呢会被主管一直挑毛病哦 和主管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比较紧张一点的 所以和主管沟通的时候 金牛座的你记得身段放软一点哦 不要太过坚持 尽量顺着主管的意去走 会比较顺利一点 另外就是呢 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竞争对手出的招数 可能就更狠一点哦 会让金牛座的你呢 感觉到内外交臂 外呢是面对竞争对手呢 有非常多不同的滑招 每天都需要让你去应接不下 那对内呢 你的主管可能对你的要求又会变高 又喜欢挑你的毛病哦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 金牛座的你呢 会有一种比较身心俱疲的感觉 下班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的去放松一下身心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对金牛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个11月里面哦 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中等平稳的 那金牛座的同学们呢 因为学习力在这个月里头 还算不错 所以在学校里面呢 只要多努力认真 用功念数就会有好的一个成绩表现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11月2号到11月3号 就是几乎在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哦 金牛座的同学们 在大考还有证照考方面 考运都是相当良好的哦 你的学习力 记忆力还有反应力都很强 特别是在考试的时候呢 这些能力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哦 所以很容易拿到很好的成绩 金牛座的同学们 如果在这个月里面有大型考试 或是证照考相关的考试的话 记得好好把握这个月的好运气 多多努力拿到更棒的好成绩哦 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仔 天平座的朋友们 在11月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势的部分 在这个11月里面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工作运势相当好 都记得多把握哦 在11月7号到11月18号 还有11月23号到11月30号的这两段时间呢 都是天平座的你在工作上 特别顺利表现很棒的时间 如果天平座的你呢 是同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两段时间当中呢 会有更加优异的表现哦 销售的数字跟成绩 都会让你的主管相当满意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这个11月里面呢 天平座的同学们 在大考号正早考试相关的考运上 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多努力认真念书 怎样就会有更好的成绩哦 而在小考号校内考试的部分 像11月1号到11月24号 也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哦 天平座的同学们呢 在小考号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那只要不要太爱玩 多努力一点的话 考试成绩应该都可以维持 在还不错的一个状态下 那要好好把握的是 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小考号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是相当好的哦 天平座的同学们 记忆力理解力都很强 那在学习方面呢 表现上当然也就是更好 更容易拿到很好的成绩哦 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载 狮子座的朋友们在11月的新座运式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对狮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呢 你的个人表现其实是不错的啦 但是面对主管 还面对客户的话 会比较辛苦一点哦 你的压力会还蛮大的 但是你的表现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的 这段时间里面呢 试作的你在职场上的表现 是还蛮棒的哦 你是一个相当沉稳踏实的状态啦 那你的同事对你也很信任 和你的合作也很顺利 整体在团队合作方面呢 表现是很好的 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 这段时间里面哦 试作的你呢 和客户还有和主管之间 沟通真的不太好 你很容易说错话 去得罪到你的客户跟主管 那会造成工作上的障碍增加哦 所以你在跟客户啊 还有跟主管讲话之前 一定要先想清楚 不该讲的话真的不能讲 踩到地雷的时候 一定要尽快道歉哦 特别是在11月11号到11月19号 这段时间 试作的你要特别小心哦 这段时间因为运势非常的低迷 你很容易去惹怒你的客户 和你的主管 那会带给你很多的压力跟困扰 有一些客户甚至于会突然抽单啊 或是突然想要跟别人合作不跟你合作之类的 这种问题会比较多一点 那会让试作的你呢 需要多花很多时间呢 去安抚你的客户 还有安抚你的老板哦 因此呢 在这一段运势很低迷的时间里面 面对主管 还有面对客户 试作的你都要更加的谨慎 小心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试作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 不管是大考证到考试或是小考 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的 没有什么太过不好的情况 只要你多努力的话 在这个月里头呢 就更容易拿到好的成绩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摩羯座的朋友们的 11月的新作运式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这个11月份 对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说 是工作也很好 很轻松愉快的一个月份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 就是这整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摩羯座的你在职场上和同事之间 沟通良好互动也很愉快 那整体的工作合作上都是很顺利的 对人工作表现是很棒的哦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 或是直播主 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呢 在这个月里面呢 你很容易因为一些好事情 比如说你做了什么好事之类的 或是你讲对了什么话呢 在网路上的声量就会很高 也会上媒体版面哦 那有一些摩羯座的公众人物呢 会因为你的新作品呢 很受到大众的欢迎 那也会让你呢 人气水涨船高哦 所以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记得多把我这个11月 在职场工作方面 多努力 多加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 摩羯座的同学们 在大考还有正教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那假如你多努力的话 自然就会有还不错的一个表现哦 另外就是在11月7号到11月18号的 这一段时间呢 摩羯座的同学们 在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可以多多的把握 那对学业方面呢 其实摩羯座的你是很用心的 加上学习力也很强 所以在这段时间 更容易会有好的成绩表现 记得多把握 那在11月19号到11月30号 就是11月的下旬这段时间呢 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摩羯座的同学们 只要多努力 自然就会有还不错的一个表现哦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11月份的行作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这个11月里面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方面 运势真的不太好哦 好运大家都集中在下旬的时间 那11月1号到11月19号 这段时间 工作运势很不好的 所以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 可以多把握 好运比较多的时间 是在11月20号到11月30号的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 工作运势相当顺利的 那水瓶座的你 个人表现是很优异的 加上呢 还有会人相助 困难跟问题呢 都能够引人而解 工作表现很棒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水瓶座的你 也很容易拿到 升职加薪的机会 另外就是水瓶座的你呢 如果是正在求职当中的话 在这段时间去参加面试 会有很好的表现 录取率很高哦 那如果你之前呢 已经参加过面试的话 在这段时间 更容易拿到 录取的通知 那在11月25号到 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如果水瓶座的你 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 直播主这一类的 公众人物的话 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容易会有正面的 一个新闻呢 会上媒体哦 会让你的正面声量增加 另外就是呢 如果你有新作品 在这段时间推出的话 也会很受到粉丝的喜欢 人气呢 也会水涨船高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1号到 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 水瓶座的你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是很容易顶撞主管 和主管之间想法 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你很容易 违背主管的意见 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最后就会让主管呢 很想修理你哦 特别是在11月11号到11月19号 这一段星象很差的时间里面呢 水瓶座的你呢 很容易跟主管之间爆发 非常不愉快的冲突哦 所以我会建议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 这段时间当中呢 除非你真的不想干嘛啦 要不然你在面对主管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小心谨慎一点哦 不要去违背主管的意向 大概要先看清楚 主管的想法是什么 顺着主管的想法去走呢 就比较不容易去惹怒你的主管 另外说这段时间里面呢 水瓶座的你工作量是会很多的哦 加班呢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工作是很忙的 会让水瓶座的你 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 下班之后记得呢 要对自己好一点哦 多吃一点好吃的东西 好好休息 放松松压压很重要哦 接下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水瓶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 大考证照考 还有小考校内考试 各方面的考运上 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小水瓶座的同学们 多多努力的话 自然就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哦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11月的行作运气 小心我们看到的是 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这个11月里面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工作运方面真的不太好 特别是11月1号到11月19号 这段时间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那这个月呢 工作比较好的时间是 11月23号到11月30号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处女座的你是相当谨慎小心的哦 所以在工作上 出错率是很低 整体的表现很优良 和客户之间的互动 也是相当良好的 深得客户的信任哦 如果你是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 会有很棒的一个好表现 那如果处女座的你呢 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 或是直播主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会有一些正面的新闻 登上媒体版面哦 非常处女座的你呢 有很多正面的声量 另外就是处女座的工作人物 如果在这段时间 推出新作品的话 也会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哦 整个声势呢 是会如日中天的哦 那这个月里头要特别注意的是 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处女座的你在职场工作方面 和同事之间相处是很容易起摩擦 很容易争吵的哦 整个职场里面呢 可以说是弥漫的一种烟小尾 火药味其实是还蛮重的 和同事容易因为一些小事呢 就会有吵起来的情况 那你也会觉得呢 你的同事好像常常呢 在找你的麻烦 挑你的毛病哦 因此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和同事沟通的时候 尽量要保持理性平和一点哦 以免呢 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不愉快呢 就在职场上大吵起来 那特别是在11月1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 处女座的你呢 是非常容易和同事呢 起冲突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头 尽量呢 保持心情的平稳 是很重要的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处女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个月呢 前半个月的考验真的不太好 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在11月20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验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处女座的同学们只要多努力 考运都很不好 那因为形象的影响下呢 处女座的同学们 在这段时间呢 身体是比较差的 容易会有身虚体弱的情况 考前呢 比较没有那个力气跟精神 去好好备考 那考试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分心 比较容易涣散哦 所以呢 我会建议处女座的同学们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只要你能让自己的身体 维持在很健康的状态 自然就可以考出更好的成绩来哦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带 双语座的朋友们 在11月份的新作运细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这个月里头呢 在职场上 双语座的朋友们要记得哦 前半个月小人是还蛮多的 那好运几乎都在后半个月 所以前半个月呢 在应对进退 还有面对一些 可能是小人的人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点哦 这个月里头呢 可以好好把握的时间 是11月20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双语座的你哦 在职场上表现 可以说是出类拔萃 非常的良好 会受到主管的肯定 有一些双语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里面 会有升纸扎薪的机会来临哦 在这边先恭喜你哦 那如果说双语座的你呢 是正在求职或找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去面试 也很容易会有好的表现 录取率很高 那如果你之前已经面试过的话 在这段时间也更容易拿到录取的通知 另外是双语座的你 如果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 或是直播主 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容易会有一些正面的新闻呢 在网络上流传 或者是上一些媒体哦 另外呢 如果双语座的你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双语座的朋友们在职场上比较容易遇到小人哦 那这些小人呢 多半就是在你的背后制造一些口舌是非啊 或者是呢 挑拨离间说一些你的坏话 让你呢 很容易跟同事之间会有一些争吵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双语座的你呢 记得保持心情平稳哦 因为你会听到很多莫名其妙的消息 会让你整个人就很容易抓狂起来 那当然如果你一生气的话 职场这个气氛就会很火爆 因为你可能会跟同事有非常多的争吵哦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保持冷静 因为呢 如果你一生气的话 就等于是掉进小人的陷阱当中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双语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个11月里面 今天要多加油哦 因为考运呢 真的不太好哦 在这个月里面呢 11月20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小考还有向内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哦 双语座的同学们只要多努力一点的话 在这段时间呢 就会有还不错的表现哦 另外现在大考还有证照考试的部分 像11月20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大考证照考相关的考运就相当良好咯 双语座的同学们在大考还有证照考试的时候呢 反应相当的快速哦 双语座表现是很稳定很良好的 那更容易拿到好成绩哦 那如同我刚才一开始所说到过的 这个月里面呢 其实整体的考运都不太好 不管是哪一种考试呢 其实都需要多努力一点 因为从10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呢 不管是大考证照考试或是小考校内考试方面 双语座的同学们考运相对都是比较低迷一些的哦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双语座的同学们其实玩心比较中一点啦 比较喜欢就是追剧啊 打手游啊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晚上不太爱睡觉哦 所以呢会影响到你早上 比如说念书的时候的一个精神 或者是你的生活作息呢 也会因为这样而被打乱哦 那双语座的同学们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不管在什么考试方面呢 就容易受到负面的影响 考试出来的成绩呢 就不太能够令你满意 所以我建议双语座的同学们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就是玩心真的不要太重 尽量呢 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课本 自然呢 考试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哦 还有记得晚上不要熬夜哦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仔 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11月的新作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呢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 天蝎座的你工作运 都还算是蛮顺利的 可是如果你是做销售业务工作 或者是你是做服务业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月里头 工作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就是这整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天蝎座的你和同事之间呢 互动是很愉快 沟通也很良好哦 整体的工作表现也很棒 特别是在团队合作方面 会有很好的一个工作成绩 主管会因此还蛮开心的 那一段时间你还可以多把握的是 11月14号到11月25号的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有大客户呢 会在这段时间出现在你的眼前哦 那如果你是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记得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位大客人 会对你的业绩呢 有非常正面的帮助哦 那我们一开始说到过呢 这个月里头如果你是从事销售业务工作 或是从事服务业的话 要小心一点哦 因为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是比较容易遇到个性怪异的客人啦哦 那这些客人呢可能有一些莫名的坚持 或者是呢出言不逊之类的 会让天鞋做的你觉得很头痛哦 所以在面对这种奥客的时候呢 尽量多用一点耐心 多一点智慧去面对哦 保持心情的平稳是还蛮重要的事 另外呢是在这段时间里头哦 同业竞争压力是还蛮大的 你的同业啊或者是你的对手啊 可能会抢你的客人之类的 那会让天鞋做的你呢 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出现 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哦 那我相信天鞋做的朋友们呢 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呢 把客人给抢回来的 只要你冷静沉着一点呢 自然就可以化解掉这些危机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天鞋做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整个月里面呢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中等平稳的 天鞋做的同学们 只要多努力一点的话呢 自然就会有还不错的表现哦 另外呢是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的 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鞋做的同学们 在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试是相当良好的哦 那这整个月里面呢 天鞋做的同学们 基本上是有贵人相助 指导的一些重点 加上在这个月里头 其实你对念书这件事情 还蛮认真的哦 学习力也很强 那当然在学校里面的考试成绩呢 就会让你相当满意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11月的新座运室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在这整个11月里面呢 双子座呢 你其实在职场上表现是相当良好的哦 可是也因为你表现得太好了啦 有一点太过高调了哦 会招来一些小人的嫉妒 甚至会因为这样呢 带一些麻烦来给你哦 现在这个月里头呢 保持低调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小人 也可以减少麻烦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号 就是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 双子座的朋友们 其实在职场上 会有很棒的工作表现哦 你的能力呢 是会完全展现出来的哦 那主管对你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肯定 有一些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是会拿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在这边先恭喜你哦 另外就是双子座的你 如果是正在找工作求职当中的话 在这个月里头去面试 会有很好的表现 录取率很高 如果你之前呢 已经去求职过的话 在这个月里头 也很容易拿到录取的通知哦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 这个月里头呢 就是你的表现很好 那但是会被小人嫉妒了哦 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 是小人最多的时间 那这些小人在职场上呢 就会给你穿小鞋啊或者是呢 制造一些障碍啊一些阻碍给你哦 会让双子座的你觉得有人刻意在弄你 那聪明的双子座当然知道会是谁嘛 那你就会好好的回敬他 可是也因为这样呢职场上呢 就会有比较多的针锋相对出现哦 气氛就不是那么好啦 另外呢是有一些双子座的朋友们在职场上呢 是会跟同事沟通不良 有时候是你跟同事就鸡同鸭讲 你说这样他听成那样之类的 或是到办公桌上会有一些错漏啊 舒适那有一些同事呢 甚至会挑你毛病找你的麻烦哦 那当然啦我也不排除是这些同事就是 可能比较嫉妒你 因为你的表现就是很好 但无论如何 在这个月里头面对同事和同事沟通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呢友好一点哦 保持一个温和平缓的态度 和同事之间减少一些纠纷的话 也会让你在工作上更加的顺利 这下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双子座的同学们来说呢 在这个11月里头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总等平稳的 那双子座的同学们只要多努力一点 认真念书呢 在学校里头就容易取得好成绩哦 那在大考还有尖教考试的方面呢 11月25号到11月30号这段时间 是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考运相当好的时间点哦 双子座的同学们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哦 考前呢是有贵人相助 会知道你一些重点的 那考试的时候呢 你的反应力也很快 当然呢也就更容易拿到好的成绩哦 但是在这个月里面呢 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的考运整体来说是不太好的 因为从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的考运都是比较低迷的 双子座的同学们在这段时间呢 是身虚体弱 身体比较差一点啦哦 精神呢也比较不好呢 会影响到呢 你考前备考的时候的精神还有吸收力 那当然考试的时候呢 也因为这样呢 就比较没有办法发挥你的实力 所以我会建议双子座的同学们 就是考前呢 尽可能的先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要把自己弄得太操劳哦 多吃一点营养的东西 维持良好的身体健康就自然更容易考出好的成绩来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11月的星座运室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面呢 前半个月就是11月1号到11月13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职业座的朋友们在工作运上面 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不会有太多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那职场上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无聊 就是有点一成不变啦 但无论如何呢 在前半个月呢 就是比较枯燥一点 但是还算是蛮顺利的一段时间哦 那11月14号到11月25号的这段时间呢 是职业座的朋友们可以多把握的时间点哦 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和同事之间互动合作是相当良好的工作表现上 也很棒了 多努力一点的话呢 可以创出更好的工作成绩 另外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有闺客光临哦 大客户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抓住 如果你是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抓住这些大客户 就会有更好的业绩表现 另外呢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或是直播主 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会有一些正面的新闻上媒体版面 或者是你的新作品呢 受到粉丝的喜欢哦 都会让你的人气呢 解解高升哦 在11月25号到11月30号这段时间 是这个月里头呢 工作与最好的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制作的你工作效率相当的高 执行工作的速度上呢 也很快哦 在整体的工作执行面上是相当优异的 会有很好的工作表现 记得多把握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 还有考试的部分 对巨蟹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个11月里面呢 小考考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所以这些做同学们 在学校里头哦 多努力一点 认真一点的话呢 自然就会拿到好的成绩 在11月7号到11月18号 以及11月23号到11月30号的 这两段时间呢 都是在这个月里头 大考还有正常考运 最好的时间点 记得做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 反应是非常的快的 加上你的记忆力也很棒 很容易考出好成绩来哦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 牧羊座的朋友们的 11月的新作运式 首先呢 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面呢 牧羊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运方面是相当良好的哦 能够冲出很棒的好成绩 记得多把握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 就是这一成一月的时间里面 牧羊座的朋友们在职场上呢 是会有贵人相助的哦 能够帮你呢 解决一些困难 或者是一些障碍 所以呢 遇到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工作上是相当顺利的 那牧羊座的你呢 在这个月里头 也很容易做出很棒的工作成绩 和工作数字来 会让你的主管很满意 有一些牧羊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是会有甚至加薪的机会 在这边先恭喜你 另外就是牧羊座的你 如果你是正在求职 或是找工作当中的话 在这段时间 就是这个月里面呢 去面试啊 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哦 那当然录取几率呢 就是大大增加哦 如果牧羊座的你呢 之前已经去参加过面试的话 在这个月里头 也更容易拿到录取的通知哦 另外是在11月25号 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牧羊座的你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 或是直播主 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会有很正面的 新闻登上媒体的版面哦 会带给你不少的正面声量 另外呢 如果你要发行新作品的话 也可以在这段时间推出哦 你的新作品会受到粉丝的喜欢 也让你的人气呢 水涨船高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对牧羊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个11月里头 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中等平稳的 你的学习力呢 其实是还不错的 在学校里头呢 只要多努力一点呢 这样就会拿到好的成绩 另外现在大考 还有正教考试的方面呢 11月1号到11月24号的这段时间 大考还有正教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中等平稳的 不会有什么负面的情况发生 多努力一点自然呢 就会拿到更好的成绩 那这个月可以多把握的是 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牧羊座的同学们在大考 还有正教考试方面 考运是非常好的哦 牧羊座的同学们呢 在考前备考的时候就很认真哦 硬考的时候呢 头脑相当的清晰 反应也很灵敏哦 因此呢更容易拿到 很棒的好成绩哦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带 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11月的新作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在这个11月里面呢 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方面 要特别注意的是小人问题哦 因为这个月里头 小人问题是还蛮严重的 射手座的朋友们呢 要记得多多提防这些小人哦 在这个月里头呢 工作运营比较好的时间 有两段时间哦 第一段时间是 11月14号到 11月25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射手座的你呢 是相当的有创意的哦 特别是你是做创意工作的话 会有很好的表现 像是文创工作啊 设计类的话 都会有很棒的一个工作成绩 另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也很容易做出 很好的一些工作数字 如果你是做销售 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销售的成绩也是会相当良好的 记得多把握哦 那另外一段工作运还不错的时间 是11月25号到 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射手座的你和同事之间 沟通互动是相当良好的 整体的工作合作上也很顺利哦 团队合作的表现很棒 长官呢 会很满意 另外呢 如果射手座的你是 政治人物 艺人 网红直播主 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会有一些正面的新闻 出现在媒体上面哦 对你的形象会有很好的加分 那有一些受我做的公众人物呢 是在这段时间呢 你的新作品呢 受到很多粉丝的喜欢哦 那当然也会让你的人气呢 越来越高哦 那我们一开始有说到过 这个日要小心小人问题哦 因为在11月1号到 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小人问题其实是还蛮严重的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有一些小人呢 会制造一些口舌是非 或是挑拨离间哦 会让你和同事之间很容易吵架 所以在这个月里头呢 如果听到一些 不是很OK的消息 或是一些风言风语的话 受我做的你 其实呢 还是要保持冷静哦 因为有时候这些东西是 有人故意呢 挖一个坑要让你跳 那受我做的你 如果就跳进去的话 当然就很麻烦啦 所以我会建议受我做的你呢 在这个月里头呢 保持冷静很重要哦 另外呢 在这段时间里头 如果受我做的你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直播主 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呢 也很容易因为桃色丑闻 或者是呢 在网路上跟别人吵架 一些口舌是非哦 会登上媒体的版面 那因为是公众人物嘛 所以这种事情 可能就会闹得非常难看 负面声量呢 就会还蛮高的 所以在面对这些 可能会带来负面声量的状况时呢 受我做的朋友们 一定要小心处理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 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射手座的同学们来说呢 这个十月里头 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中等平稳的 不会有什么太负面的情况发生 只要你多努力的话 自然就会考出好成绩来哦 在这个月里面呢 射手座的同学们 有一段时间是可以多把握的哦 在十一月二十五号到十一月三十号的 这段时间里面呢 射手座的同学们在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呢 考运是相当良好的 你的学习力很强 记忆力也很好哦 所以在学校里头容易拿到很棒的好成绩 但是在这个月里头呢 其实整体来说 小考和校内考试方面的考运是不好的哦 在十一月一号到十一月十九号的这段时间呢 是这个月里头 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考运最低迷的时间哦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基本上因为你的睡眠品质不是很好啦哦 比较容易影响到呢 你的生活作息 也会影响到你的学习力 还有你在上课的时候的精神 所以呢 射手座的同学们 在这段时间里头 记得晚上尽可能呢 让自己睡饱一点哦 千万不要熬夜 那只要维持好 非常好的生活作息 就自然更容易拿到好的成绩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田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